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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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近 他 親中國這邊的 中俄星島日報 鳳凰 衛視報道 因為在報告的一件事 就是說 中國 主美國大事 親工 他去訪問美國阿酒協的 得救分配時 他就說一種完全 他說中國跟美國的 基礎是建立一個 一種完全 所以說他叫美國這邊 要很嚴格來遵守 中美三個聯合公佈 所以說他叫拜登政府 一定不能支持台獨 而且 中美的關係 如果美國變得更好 他的關鍵 就是說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現在中國自美國大事 他就在說 說台灣 其實早上 1800年前 就是中國的一部份 美國建國還要擺一千元 美國建國一千年前 那時候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份 說真的會不會 他過去跟美國說 中國的一部份 跟他一起 用會的就有了 所以他叫美國 要遵守台灣問題 不能有台灣的地位 美定論 不能有這種論述 這個陸委會 陸委會 所以記者去採訪的時候 陸委會 有回應這個 中央社的記者 他說 中華美國台灣 這是這個陸委會說的 他說中華美國台灣的主管是非常明確 他說這個陸續的背景 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而且緊固台灣 兩千三百萬的人民的意志 就是沒有要做這個中國的一部份 他中國 他怎麼說呢 他說國差時代台灣的中國一部份 他說這是無極之談 親在一月就好 這是中央委會 他的回應 所以陸委會有強調的一部份 但是 八成的台灣的民眾 他都主張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關的 所以 絕對台灣人沒有聲音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 有關我們這個陸委會 跟他回應 中共呢 他主要用這個歷史背景 來擔主管 其實他如果要用這個歷史背景 我們怎麼可以用歷史背景 和他好一點 研究一下 我們要說歷史背景 那個 在這個中國大陸 這裡 以前 並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一區一區一區 就出現這個中華民國 他的頒頭就是大陸 如果共產黨 第一代的共產黨 包括無敵黨 他們都不忘記 他們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不然他們判斷 他們一站在中華民國的頒頭 所以如果要說歷史背景 他說 這個 台中 這個地是中華民國的 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 太太會摘了這個地 所以如果要照歷史背景 來說 他中華民共和國 要改善 把這個地 向中華民國 讓中華民國 等於自己的土地 不要來台灣流浪 因為台灣這是算流浪 原因 中華民國的憲法 自己的頒頭就沒有台灣 台灣兵不是中華民國的頒頭 大陸才是 所以要經過中華民國的憲法 我們來看說 在1936年 五月齊國公佈的五五五現場 五五現場 五五現場 跟中華民國的頒頭分成三十個地方 包括 沒有國 就是沒有台灣 當然 那時候我們五五現場 那時候 那個 台灣 是日本的頒頭 他不可能把台灣 放在裡面 到1937年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 結定之後 結定的時候 他剛剛在第四條 有國 說中華民國的僵議 沒有經過國民大會議決 不得變更 不可以變更 就是 這個僵議固定 不可以 不可以增加 不可以減少 如果要增加 還是要減少 要國民台會動議 所以 他也沒有跟台灣人 進去 他的頒頭 當然 那時候沒有說到台灣 那台灣就 1936年 那時候 很清楚 台灣不是 這個中華民國的頒頭 所以 叫這個中華民國 不可以 不可以 台灣這麼流浪 回到他自己的頒頭 中華民民共和國 要改善 你要說 歷史背景 剛才這樣 說歷史背景 他要說 歷史背景 為什麼要處理 大陸這個地方 要說台灣 台灣 你會說 一千多年前 是在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頒頭 你整個月 說美國有什麼利益 比較貴氣 你近距離 說一千多年前 台灣就是 中華民國的頒頭 所以 這種 他用這個 歷史背景 做不完全 以前 你如果 用歷史背景 來說 不忘記 在十三世紀 蒙古 不但 佔到 中國大陸 蒙古 還佔到 歐洲很多地方 包括現在 俄羅斯 莫斯科 那時候 都是蒙古的頒頭 在這 蒙古 降 俄羅斯 降 兩百多年的時間 時間不只要等 如果 蒙古 可以做這個 主張 中國大陸 是蒙古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做這個主張 這就是 中國人的理論 如果中國的理論 你這地 要更快 交給蒙古 而且蒙古 要主張說 台北 這地 是 它的 正能性 比 現在 中國說 台灣這地 是它的正能性 更有正能性 這很重要 他說台灣是它的 這個 完全沒有正能性 怎麼說呢 中國 你 蓋入蒙古 通地 你們有一個關係 是 蒙古 不要讓你蓋入 而你 要蓋入 所以那時候 民調 在建國的時候 就要蓋入蒙古 通地 所以 有直接 中國人 跟蒙古人 有直接 說 我要通地理 或是 你要蓋入 我 有這種 究竟存在 但是 台灣跟中國 完全沒有這種關係 不然不去 台灣不是 對中國 蓋入 所以 如果台灣要獨立 不獨立 跟中國沒有關係 跟什麼關係 跟日本 跟日本 日本才有關係 中國沒有關係 中國沒有關係 不然不記得 一百九五年 台灣 就為了日本的頒頭 這個 所以 如果一百九五年 這件事 在中國要生意 不生意 你跟日本的關係 你跟日本的關係 這跟台灣沒有關係 就 到 前後 他 在古今 讓台灣 脫進去 日本 這跟中國 無關 所以 很明顯 台灣 不是對中國 脫離出來 是對日本脫離 所以 如果沒有 說台灣 是一個國家 是日本 才有自己的 中國 拍攝 沒有自己的 沒有人說話 是 當時 你中國 要脫離 蒙國的通知 蒙國 有一個人說話 你要脫離我 不想讓你脫離 今天 台灣 要成立一個國家 有一個人說 沒有聲音 你是我的一部 跟我們 日本才有 一個人說 中國 嘴巴 閉起來 台灣 跟你 在中國 一點點 關在哪裡 所以 蒙國 要出 中國大陸 是 蒙國 是沒有人的政動性 再比 你說 台灣是 中國是沒有人的政動性 更加有 因為 台灣 從來 就沒有對中國 脫離出來 台灣好像 對日本 脫離出來 要讓台灣 獨立 不讓台灣獨立 這是 日本的事情 跟中國 完全無關 所以 我這種情形 一個地方 要是不是 它的主管 不是用歷史北京 用歷史北京 用歷史北京 真的就天下台南 因為你用歷史北京 你就 如果這樣 有的地方 忙不去 受到來的地方 都去蒸國 像 現在 伊勢列 跟巴勒斯坦 要爭 那些地 這些兩邊 都有統治過 伊勢列 也 沒有國 沒有兩千年去 那 大家都有統治過 你要說 誰要辦託 所以 巴勒斯坦 跟中國一樣 他說 這是我們的地 以前我們統治過 要跟伊勢列治過 所以 我就說 用歷史北京 來說 這個地 是你的地 不是你的地 所以 這種情形 是 中國 這個國家 本來 就是阿爸 沒有說你的國家 中國 有這種情形 發生 是 主要 中國 它的背景 跟台灣 是差別 對不對 所以中國 現在對 這個主力論 真的 我真的失望 這主力論 你沒有 tryin 沒錢 沒有錢 試過 這個 中國 止 主力論 沒錢 沒錢 記者說 稱 美國的 理論 這中國是非常感冒 非常不動 還是非常不動 但是中國 中國他目前,他在說話,就是完全沒有說理,用這個歷史背景,來說台灣是他的第一部分。 其實,一個地方,你不能用歷史背景,說這個地是什麼人的。 因為像是這個地是民族的國家去檢驗過,不可以說用檢驗過的記錄就是你的。 然後,一天,也不能用你這個血統來定為這個國家。 就是說,你這個國家的成立,含血統無關的。 所以,中國人,像是說台灣人,是他們中國的血統, 所以,台灣人就要受中國的統治,他也是說這種理論。 但是,我們現在的獨牌,就在改變。 變說,台灣人,是已經有很多這個原住民的血統, 大部分的原住民的血統。 所以,很多的台灣人,在原住民的血統的成分, 有的一半,有的甚至四分之三。 所以,我們現在的獨牌是一半,一半的原住民的血統。 就有很多台灣人,是原住民的血統,比金獨牌更加淡。 所以,改變呢,有台灣人是變不足,都漢化。 所以,這個獨牌的朋友呢,就是要找很多政民, 包括用以後的方式來證明說,我們這些台灣人,不是中國的藍營,來證明。 其實,這種的呢,這樣做到中國的結。 你用血統來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血統,用這間人, 你要去辨別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半,這是錯誤。 什麼原因,因為要成立一個國家,不是用血統來做條件, 是用你的主管理性。 你的主管理性呢,你如果用血統,這樣美國就麻煩了。 美國怎麼麻煩? 美國這個國家呢,是本來的民族造成的。 對中國來的,對英國來的,對西班牙來的,對亞洲去的,台灣去的,美國去的,日本去的一大堆。 那都用血統做基礎,用民族各個基礎。 如果這樣,美國要分裂這些國家, 但是美國並沒有這些軍曉。 美國呢,他們很清楚, 因為要造成這個國家,這個很重要, 要主管理性。 主管理性呢,所以在歐洲的觀念裡面, 說你變成一個國家呢, 說你一個土地上面的人民, 造成這個政府, 形成一個主管, 還沒有其他的國家來統治, 你就變成這個國家的條件。 這個台灣主席有這個條件。 除了第幾部, 就是你這個國家的人, 有願意要造成一個國家, 有些人沒有的。 像加拿大規筆克在公道, 要他們獨立這個國家, 因為公道也不會過了。 因為規筆克這個地方呢, 他們是公法議系統。 公法議系統, 有很多人用這個文法來做基礎, 說我們是在公法議系統, 是阿蘇泰國公法議系統來統治, 我們獨立。 當年多所規筆克的兩人, 雖然是法國人的活動, 他們沒有的, 會關他們。 他們獨立在加拿大, 的經濟來幫助規筆克, 不是規筆克對加拿大有公園, 的經濟相當依來加拿大。 所以如果他們獨立去經濟, 變成金牌,他們沒有的。 這個地方是說, 奇怪咧, 你是法國人, 你是怎麼才會被英國人統治? 因為加拿大, 這是英國人的歐台。 說這個法國人跟英國人, 沒有關係了。 因為你做成這個國家, 不是用憲通來做基礎, 是用主管理系統。 你想要做這個國家嗎? 規筆克的人, 他沒有想要做這個國家。 除了加拿大, 他們是一個高度的民主法。 高度的民主法的國家, 因為對這個族群, 都要去上東尊重。 如果做族群可以給上東尊重, 就沒有人可以用族群, 用民族來做基礎, 要建立一個國家。 所以, 這個重點就是主管醫生。 所以, 站在美國這些人, 他不會說, 我是德國人的歐台。 所以, 我要挖德國, 他沒有一個問題。 所以, 包括在地區主席的時候, 很多美國人, 他是德國人的歐台, 也是去歐洲戰場, 去到德國發展戰爭。 他們昨天沒有人會說, 喔, 德國人不打歌的德國人。 不對, 他們一口要盯, 他是美國人。 所以, 他們在那裡, 認同美國, 主管醫生, 要造成一個國家。 所以, 國家要造成一個國家, 這樣。 客觀的條件, 我剛才說了, 說, 一個土地上的人民, 造成政府, 要形成它的主管, 而且沒有各國國家的統帝, 藝術理, 客觀的條件已經有, 還有一個主管的條件。 人民有, 要造這個國家的議員嗎? 這很重要。 所以, 今天台灣, 是不是要造成一個國家呢? 其實, 台灣人的議員最重要, 不是在中國人的議員。 因為現在這個民主, 當然, 跟中國這個國家的民主, 這是對牛彈琴。 因為民主很重要的條件, 就要有民館, 尊重民館。 所以, 尊重這個, 於這個所在黨的人民的議員。 中國人, 在這些國家, 他們沒有這種所用。 他們沒有民主的所用, 沒有民館的所用, 他們這套, 他們怎麼沒有? 所以, 這個主管醫生, 這是非常重要。 所以, 曾經, 那個, 有在台灣這裡的議員, 他覺得去中國發展比較有空間, 他就選擇, 他要去中國, 要做中國人, 他沒有要回到台灣。 歐德贏這邊, 就有人在賣, 說這有人賣, 我們要有這個受用, 是尊重這個人, 他要做一個國家, 他有這個選擇管。 包括, 我們台灣人, 也有人要去美國, 要做美國人, 也有人去日本, 要做日本人。 所以, 我們台灣人, 不能去美國, 你就中國做中國人, 當然可以。 你在台灣這裡, 讓台灣人幫你找大, 但是, 你可以做美國人, 可以做英國人, 可以做日本人, 當然, 你可以做中國人, 所以, 那時候, 這個藝人, 他說, 登記, 要住中國人, 就有人, 說, 這個, 不應該嗎? 這個不應該嗎? 這個不應該嗎? 他有選擇的自由, 像他說, 要做美國人, 在日本人一樣, 所以, 請問, 這麼應該嗎? 你無限當台灣, 你說你是中國人, 但是, 你不回到你的祖國, 要回到台灣, 他就趁台灣, 這鄉就是這麼英國, 你如果無限當台灣, 你說你是中國人, 反應你回到中國, 不可以這樣, 享受台灣的主委, 但是, 他這人, 他不想享受台灣的主委, 他要去做中國人, 這是尊重啊, 真的要去尊重, 所以, 這行,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情, 就是, 你成立這個國家, 最重要的是, 這個所在人民, 主管的意思, 他要做對國的人, 所以, 這種情形, 這個, 他就, 他就, 他就要說台灣要做中國的一部分, 重點, 台灣人的議員, 不是說, 中國, 斬結, 這麼多台灣, 也不是說, 在台灣人, 多數有中國的血統, 跟這個, 完全無關, 就是說, 台灣人的議員, 他要做中國的一部分, 你就變成無關, 不然, 白人你也不可以感謝, 所以, 這種情形, 中國, 他想要統一台灣, 但是, 他的策略, 百分之百失敗, 怎麼百分之百失敗呢, 現在, 在台灣家的人民, 他就想說, 主流民意, 要建立自己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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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在台灣這裡, 你如果, 只要說, 台灣的美國一部分, 還是, 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 還是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你認為說, 任何國家的一部分, 都有人會反對, 沒問題, 但是, 主流民意反對,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主流民意, 就是有多數的台灣人, 會反對, 會反對, 這件的, 你說, 台灣是美國一個州, 主流民意會反對, 但是, 你如果說, 是中國一部分, 主流民意會反對, 但是, 主流民意, 主流民意會反對, 但是, 你如果說, 是中國一部分, 主流民意會反對, 但是, 這個, 這個, 補修先生, 他絕對沒有生意, 但是, 有一間, 可以去政令, 台灣這裡的選舉, 你如果說, 你的政見, 我希望, 台灣會反對, 美國一州, 你不一定落選, 你如果比較好, 你不懂選, 你自己實力不夠, 你如果實力很強的人, 說, 很有實力的人, 要選立法委員, 甚至要選管市長, 你有實力, 你指定說, 台灣沒有法定, 比美國一州, 你不會去中東雄, 你說, 要比日本, 也不會中東雄, 但是, 你不會這樣說, 你怎麼說, 賣中東雄, 但, 有人說, 你指定台灣要比中國一方, 我幫你保證, 再來, 你認識, 哪有的人會會殺死, 主流民會反對, 這是很重要, 但是, 大家覺得很奇怪, 台灣跟中國, 問題會通, 意見會通, 但是, 為什麼台灣, 美國不會拜託日本, 他拜託中國, 千萬要去研究, 所以, 有一個人, 跟我有這個感覺, 說, 你去到日本, 在日本, 那些日本下水路標, 我看, 我也看不到, 我也不通, 但是, 你去到日本, 你覺得, 有一個人, 你不覺得, 在這個地方的人, 你是很兇獄, 你不敢, 你賣這個感覺, 但是, 結果, 我以前不記得, 結果, 來到台灣這裡, 你看到, 就覺得, 台灣的反正不一樣, 所以, 我真的, 一天, 結果, 跟台灣, 記憶是, 相當好, 不像, 日本, 跟美國, 那些記憶比較近, 什麼原因? 這個原因呢, 他們韓國人, 想覺得奇怪, 他們韓國, 去到日本, 市民統治過, 那些, 他們真切日本人, 不是, 這個北韓, 不是這個條線切, 南韓也是, 真切日本人, 因為, 以前, 他們, 上一台, 有去到日本, 去過, 但是, 韓國人, 他覺得, 有夠奇怪, 你們台灣, 去到日本, 市民統治過, 你台灣跟日本人, 感情很好, 當初三, 一直, 全世界, 全世界, 各種相關的, 是台灣, 那這個韓國人, 看不見, 同市民統治過, 都被緩集, 那在日本那裡好, 結果韓國人, 沒有了解, 日本對台灣有, 四肢善意, 炸得有嫌疑, 他把台灣人統治自己的人, 有一個, 嚇得很冒陷 其實剛才結束的時候 日本人都發生一天十日來 欺負醫生 醫生跟藝藝都欺負 但是因為公開要從外面有少人 少人挑戰 在挑戰要求台灣人 在挑戰要求基本教養 因為台灣人會受中國教養 所以他沒有 要求基本教養 對於這個機動 你才覺得說 日本跟台灣人 都在自己的人 他在欠醫生 普通你只要移民去一個國家 都要定很嚴格的條件 不是說你移民 你今天要去做美國人 你做美國人 怎麼那麼簡單 現時間台灣人要做日本人 你可能有這個人要挑戰 說是台灣人 要求基本教養 可以改成日本教養 所以他跟台灣人 是當作自己的人 那時候就像台灣人 日本通地區的地方是 滾來的地方 他通地區 其他地方他沒有生效 獨特跟台灣 他接受 要規劃成日本 他可以接受 所以這幾個人 日本欠的這幾個人 對台灣人來 他都一直接受 總之 日本呢 他對台灣的 設計鮮儀 設計鮮儀 他跟台灣人 當作自己的人 我們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 幾十年來 是怎麼台灣人 這樣討厭中國 主流民 包括呢 我們等一下會再說到 主力論 在中國共產黨 他去到美國 他去選擇 選擇說 他們中國共產黨 是親密環境 哇 這就是 今天共產黨的 傳統的 這就是 講到 要是嗎 我們等一下 主題會說這個主題 主力論是怎麼 才能這樣說 很簡單 台灣的主流民旅 台灣的主流民旅 就是親密環境 是怎麼的環境 在中國人 幾十年以來 都在照顧台灣人 有關是一個中國共產黨 跟台灣無關 所以說照顧 你如果說跟中國共產黨 你如果說有關 政治有關的事情 你跟台灣人 人也能接受 跟政治無關的 台灣黨就好 叫我們 跟這個主流人 說這個主流人